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進入這種彎的方法 八千鑽,兩米斜 要衝的時候就要到盡 電影裡最神奇的彎角 是加樂想出來的 我只告訴他 我只知道車子要進入後河 最想像不到車子會衝進去的地步 加樂說不如去一個過不了的環 我說過不了,怎麼過 一旦你停車駛 車駛就停車 這裡很輕,會衝進去 我也覺得很神奇 一個這樣的彎角 它可以這樣轉過去 這裡過也行 高速去到那裡,你就停車 一邊停車,一邊停車 有車就轉動 一邊轉動,你的軌道要一邊轉 一邊轉動,然後車就會一邊甩 甩到你覺得對的角度 不是彈力 你一旦彈力,他就走 這個彎曲挺定的 這個氣氛的氣氛 究竟是怎樣 那個煙,那個僵胎 那種慢 它走掉不是因為快 它走掉就是因為慢 散燈了… 他很快 投文字D的時候,玩一個飄移 還有這次我看見香港這個車手 他玩這個技術 都會在我腦裡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身邊標誇得有害怕 但是余溫樂先去站了一次給我看 我看她好好的沒事,比較不怕 他挺聰明的 她說叫我先試一次 如果我沒事,她就下來了 我自己想要去 這個戲裡挺考驗 陳寶瑞導演的風格能否持續 杜先生在這次的戲裡 他要看不同的想法 當然自己的創作上 也很困難 我們如何把景匪 跟裡面的車融合得很舒服 最初出來就是沒有了一種味道 但到最後我們慢慢 落到這三個車手裡的時候 觀眾現在所看的就是很無憾 他們拿著駕駛,拿著劍 你一招,我一招… 車手這部戲 我覺得是動作包裝的劇情 電影最好看的部分 就是非常流暢 不管是大場面還是愛情戲 觀眾都會看得很舒服 都不至於我看過所有劍段 是不錯的 很像是她個人風格的東西 兩招兩招 太好了